北京时间12月21日,全红禅接受国际泳联主席亲自采访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开来,在本次采访里,全红禅完全体现自身火爆的人气,国际泳联主席明确表达很高兴有全红禅这样的运动员,因为他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整个国际泳联都感到自豪,自豪有这么出色的运动员,同时强调全红禅的出现,让跳水这项运动被更多人熟知。 从这些表达可以看出,目前的国际泳联对于全红禅是非常看重,认为全红禅的存在让跳水运动发展得更好。 国际泳联主席主要是说,国际泳联非常自豪,有你这样的运动员,使跳水运动变得更加有名,很期待你下一次世界大赛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听到主席这么夸奖后的全红禅,反应显得迟钝,没有意识到是在夸奖自己,直接问翻译然后呢? 场面一度有点尴尬,好在翻译及时就场,全红禅傻笑就回应了这次夸奖。 国际泳联对全红禅如此夸奖是并不意外,东京奥运会上,全红禅以破纪录的方式拿下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一名惊人的同时,让跳水这项运动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从网络数据来看,海外多达五个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有关于全红禅的体育视频类目,有三个平台播放量,第一名被全红禅占据,其余两个平台则是位列第二和第三,这意味着海外多数有观看奥运会比赛的观众都看过全红禅的夺冠视频,这在无形中就推广了跳水运动这个项目。 若从商业发展角度来看,全红禅堪称是给跳水运动带来超高的商业潜力,国际泳联会因此受益。 很难想象一个14岁的小女孩影响力可以上升到这个地步,但全红禅偏偏做到了可以评价为世界级别的优秀运动员,是中国体坛的骄傲,值得更多人去关注。 相信全红禅剩余的职业生涯里会更进一步,争取迈向体坛伟大运动员的行列,国内职业体育运动员要诞生一名巨星并不容易,此前包括姚明,李娜都是几十年一遇的体育人才,除了实力还要有各种机遇,全红禅要尝试做到这个地步是不容易的,但目前的全红禅创造了基础条件,就看接下来几年全红禅能够延续这股势透,继续参加世界大赛继续夺冠,继续创造神奇。 感谢观看